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大家好 陆海空俱乐部第三集 前两集我们说中国非常厉害的大型运输机运20 以及中国顶尖的战斗机歼20 这期我们继续沿着好的战斗机这条路线继续说 我们来说歼10C 我们首先看一张图 这是咱们空军自己发布的一张图 这是我们空军最新的三剑客 左边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歼20四代机 上面这个是歼106 也是我们非常先进的多用途战斗轰炸机 而右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歼10C 大家能看到它稍微小一些 它是一个单发的三代半战斗机 OK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单发三代半 单发顾名思义就是一台发动机 战斗机一般是分单发和双发 在汽车里面大概是相当于四缸机和八缸机 你这样就能非常形象的理解了 单发战斗机一般是轻型或者是中型 尺寸比较小一些 而双发是中型或者是重型 尺寸比较大 我们能看到歼10C和歼16的尺寸对比就能看见 歼16是一个双发重型战斗机 在汽车里面就相当于四缸机的车一般比较小 而八缸机的车一般是大型的豪华车 这样大家能非常方便的理解 而三代半什么意思 它就是介于三代和四代之间的一个化带 而之前上一期我们说歼20的时候 我给大家详细说过什么叫四代机 它的几个标准 而三代半就是部分达到了这几个标准 我们就称它为三代半 介于这两个之间 而三代半的战斗机一般是由三代机间来改进生成的 所以它的大的外观布局是不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动 所以它不会像四代机那样有隐身能力 这是三代半和四代机的一个本质区别 隐身能力还是不行 但是它其他的性能 比如说超音速巡航 超机动性 以及一些雷达或者信息的优势 可能它都有或者是部分有 所以我们称为三代半 而歼10C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三代半战机 也是我国最新最顶尖的单发三代半战斗机 而说到歼10C 我们有必要来说一下它的基本性也是歼10 歼10是一个什么飞机呢 我自己认为歼10的意义甚至比歼20要更加的显著 因为歼20我们之前说过是中国第一款四代的飞机 也是中国的战斗机走向国际顶尖水平的一个标志 而歼10是咱们中国第一款全自主研发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飞机 据说歼10是先进水平 歼20是顶尖水平 这两个还是有所差距的 而歼10之前咱们国家的战斗机不是仿制的 就是自己弄的但是不太行 比如说歼5歼6歼7都是仿制的米格系列 后来用了一个歼轰7 那是自个弄的 但是整个飞机还是二代半 没有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 而歼10是中国第一款完全自己研发的三代机企业 达到了国际同类飞机的一个平均的水平 三代机是非常主流的飞机 所以歼10的意义大家可想而知 还是打个比喻 就是之前咱们自己的中国品牌的汽车 不是抄袭的保时爷 就是抄袭的路虎 抄袭的丰田等等 要不就是自己设计的非常丑 大家心里应该有所感触 而现在比如说中国可能是吉利亚长安 自己能造出一些车全原创设计器 这个车达到国际上去看 一点都不输国外的大众丰田等等品牌 大家能感觉 这是歼10在中国战斗机的一个历史的意义 歼10这个飞机大概是从80年代末开始研制 到98年首飞2004年正式的装备部队 我第一次看到歼10这个飞机 在电视上看到 大概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看这个飞机 哇不明觉厉的感觉 因为歼10这个外观造型和之前中国的飞机都不一样 歼10是大三角翼加压翼这么一个组合 是一个非常规的气动布局 那时候看到这个飞机 哇靠谱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中国造这样的飞机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 中国是玩压翼布局全世界玩的最溜的国家 歼10之后歼20也是这么一个布局 刚才说过歼10是压翼布局的飞机 压翼布局的飞机机动性都非常好 歼10在装备部队后不久也同时装备了空军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那是空军的特技飞行表演队 我自己也有幸亲眼看过八一飞行表演队的表演 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看过很多世界上其他的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 八一飞行表演队绝对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六架歼10超音速的飞机进行表演 同时我们通过现在的空军也能看出八一飞行表演队飞的特技 这个歼10的机动性还是相当的优秀 而歼10目前公布的有四个型号 歼10A也就是它的基本型 歼10S并不是运动版 是它的双座版的意思 然后歼10B 歼10C 歼10A我们能理解为它是一个基本的型号 刚才说过2004年开始服役 在服役后大概十多年 大概到2014年的时候就出了歼10B这么个飞机 相当于歼10A的中期改款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了 汽车里面分中期改款分大换代 而歼10B相当于一个中期改款 大概是14年开始生产 14年之后到16年开始装备不对 歼10B 我们来说说歼10B和歼10A有什么区别 中期改款区别还是挺大的 首先外观最明显的变化是歼10A 它的这个进气道 基附下面的进气道 用六根棍子跟那个机身连接起来 很多军迷就开玩笑说 给歼10取个外号叫棍子 也就是这六根棍子来的 这六根棍子的造型还是比较的 打引号的奇葩 在其他飞机上没见过 确实有一些影响颜值 而歼10B的进气道 我们能看见明显进行了改进 没有那六根棍子 跟机身融为一体 并且这种进气道叫DSI进气道 也叫棒式进气道 它在进气道前面有一个鼓包 这种进气道的好处就是 进气的效率高 结构简单 并且还能兼顾一定的隐身的能力 中国玩这个棒式进气道 是玩的非常的六的 包括歼10B 包括歼20 骁龙 都是用的这种进气道 在美国也有F35 也是用的这种进气道 OK 这是它的外观上最大的变化 就是整个外观的 下面的一个包围 相当于系统的包围有了变化 相当于加了一个M运动套装 感觉这个飞机更加的好看 有俗话说 好看的飞机一定是好飞机 这是在飞机设计领域里面的一个智力名言 确实颜值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 而内饰方面 歼10B其实也改进了很多 最主要的变化 是雷达换了 以前歼10A是普通的机械搜索雷达 而歼10B换装了相控阵雷达 OK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飞机上的雷达的分类 最普通的就是多普勒的机械扫描雷达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圈一圈扫描的 然后再往上分相控阵雷达 相控阵雷达里面还有无源相控阵 和有源相控阵 歼10B采用的是比较入门级的无源相控阵 而什么叫相控阵呢 一般的雷达它就是一个天线 或者两个天线就这么着 而相控阵雷达是有很多个小天线 组成了一个它的矩阵 每个矩阵每个方块都能 自己的单独的探测 发现不同的目标 这样就大幅度的提高了雷达的性能 它的搜索距离 它的多目标的跟踪等等 而无源相控阵是这么多个矩阵 用同一个放大器给它进行信号的放大 而有源相控阵是每个小的天线 都有自己有一个单独的放大机器 来自己来决定放大的倍数 所以有源相控阵就更加的高级了 我们还是拿汽车里面来比方 因为雷达是用来看的 汽车里面大灯也是用来看的 普通的机械式雷达可能就相当于 鲁苏大灯很基准的配置 再往上 无源相控阵可能相当于LED打灯 有源相控阵相当于是矩阵LED 就是几何多光束等等 它可以分开照射的 这样大家一听也大概能明白 雷达的等级的分类 而歼10B是换装了无源相控阵的雷达 它相当于其实是一个过渡的产品 不过即使这样 它的雷达性能也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而说到歼10B 大家看现在这个画面是上届珠海航展 歼10B的适量推进发动机的验证机 它这不是一个量产的机型 相当于是一个概念机 来验证咱们国产的高性能适量推进发动机的 能看到它能做一些匪夷所思的机动的动作 这个是眼镜蛇机动 非常的漂亮 同时歼10也是见证了咱们国产的航空发动机 游弱变强的一个飞跃 之前歼10一直用的是俄制的AL31发动机 那个是以前苏二锡的发动机 而现在你看歼10B有适量推进的验证的版本了 并且现在量产的歼10C 我们从网上公布的最新的图片能看到 也换装了国产的大推力发动机 涡扇10B太行发动机 也彻底摆脱了进口发动机的限制 而歼10B换装不久 大概后面晚了两到三年 到2018年的时候 歼10C就已经开始装备部队且形成了战斗力 我们现在能看到歼10C的图片 这个是已经形成战斗值班的歼10C的部队 是西部战区驻云南的一个部队 具体的番号我就不说了 免得你们又说我泄密 而歼10C和歼10B的关系 相当于是一个年度改款 相当于歼10C是2018款新款 歼10B是2016款 大概是这个样子 歼10C最大的区别是换装的有源相控制雷达 这个是四代机里面才配有的东西 所以它是三代半飞机 有源相控制雷达是目前机载雷达的最顶峰的一个配置 它的多目标的跟踪 它的搜索的范围 并且它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 包括什么我来反制你的雷达等等 这是非常先进的雷达 歼10C就配备了这样的雷达 歼10C和歼10B中间只隔了两三年 所以其实歼10B的产量不高 歼10B大概也就装备了五十台架 后面就开始生产更加先进的歼10C 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主角 非常优秀的三代半战斗机 同时歼10B和歼10C在外观上区别就很小了 因为刚才说过 B和A的区别很大 而C和B区别很小 你只能看这个机背上的天线 三根天线是歼10C 一根天线是歼10B 好 现在大家应该能了解 怎么区分歼10C以及歼10C的性能了 而在现在整个世界的三代半的飞机里面 歼10C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因为歼10C是单发战斗机 所以我们还是在单发战斗机这个领域来说 因为单发的双发 因为发动机不同 也是排量不同 所以它们两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拿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来跟你说单发和双发有什么区别 就是2015年的时候 我在巴黎航展 全球最大的航展之一 巴黎航展 当时有一个美军F-16的地面展示的阵地 我现在参观 然后他飞行员就在飞机前面 跟观众互动 我就跟飞行员聊天 那是一个少校叫格洛克 那枪的名字 他是驻意大利的一个美军的F-16的一个中队 我刚聊天的时候 正好对面法国空军的阵风战斗机起飞 阵风是一个三代半的双发战斗机 上去做了很漂亮很厉害的特技的表演 然后我就问美军F-16的飞行员 F-16是单发的 我说你怎么看阵风的表演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well he has two engines 就是他有两台发动机 我只有一台 打扰了 这个意思 所以F-16本来单发已经是 相当于是单发里面的A45了 就是四缸里面的A45了 就是很强劲的发动机 但是它其实还是比不上人家的双发机 所以这就是你们的 大家能理解双发和单发的区别了 而歼10是单发战斗机 它的主要对手 比如说刚才说过F-16 包括还有幻影2000 而歼10C的主要对手也是F-16的最新改进型号 叫F-16V 它是一个最末期的改动型号 它就是F-16从19七几年开始装备部队之后 就开始一直摩改摩改摩改 改到现在叫F-16V 同样也是换装了有缘相控阵的雷达 咱们的台湾地区最新也开始接收F-16V了 不过它那是改装的 从F-16AB改装成F-16V 那是一个改装机 咱们歼10C可是新的飞机 所以世界上能跟歼10C相抗衡的单发战斗班 只有F-16的最新的改进型号 但是它是一个改装机 咱们是新飞机 剩下的包括欧洲的三舰客 台风 阵风这俩是双发的 也是三代半 同样是非常优秀 它们的性能应该是 可能比歼10C还要稍微强一些 因为它是双发的 另外还有瑞典的英诗 这个飞机也是一个单发的 比较轻型的 可以算是三代半的战斗机 我们能看到这个图 是中国空军的歼10C跑到泰国去 和泰国皇家空军的买的英诗 做他们两个训练 能看到这两个飞机的尺寸的大小 英诗明显比歼10要小不少 歼10C大概的起飞重量 最大能做到接近20吨 而英诗大概就是14 15吨的样子 确实它小了很多 所以歼10C在性能上 应该是比英诗要好不少的 所以这么看来 歼10C在单发三代半战斗机 这个领域也是顶尖的水平 只有F16V能跟它勉强抗衡一下 而你们大家都要说了 师兄里有耍机 什么单发三代半你这个前面定语太多了 对定语是很多 但是单发战斗机是世界上装备的主流 因为它多用途且价格便宜 它比双发战斗机的装备数量要大很多很多 而目前的三代或者三代半战斗机 也是各国家的装备的主力 因为四代机毕竟还是很少 所以单发三代半 别看它的定语很多 它是目前世界上战斗机装备最主流的一个细分市场 而歼10C在这个细分市场上做到了顶尖的水平 OK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了歼10家族以及歼10C那么一个情况 也是让我很自豪的一个战斗机 之后我们继续还是中国的顶尖战斗机系列 来说一下歼10-16非常漂亮的战斗轰炸机 同时我们也做一下预告 下期我们先不说歼10-16 我们邀请韩老师来给大家说一下 它心心念念的055万吨大驱 谢谢大家